我小時候我比較喜歡莫薩特 當大以後我比較喜歡貝東特 嗨 大家好 我們是五度一選樂四首首 我之前在美國演出的經驗是 每次演完以後都覺得說 他怎麼這麼短 他好像利用作曲來 宣洩自己的一些 利用情趣 貝東特這首這個 Serial Song 我覺得就是破繭的一個階段 看像在早期的海盾啊 莫薩特其實都是 小提琴開始唱的第一主題啊 中間發展步才會開始 賺了主費嘛 可是他現在一開始 砰 就給你一個很震撼的東西 那震撼完之後 再來給你很美的 昇華的旋律 其實你可以知道 他的人生他開始有很多的掙扎 還有這個音樂要怎麼樣 跳出框架 在他的音樂裡面有很多的衝突 可是又有很多的片段 又有一點像是聖詠歌一樣 其實可以給你的心靈帶來體會 我一直認為說 我們這次表演的這個 Serial Song 算是就是一個關鍵點 他脫離以前古典 這是為了自己而寫的 他是不是前一陣子 有人問我 說我比較喜歡莫薩特的 還是原本的 所以我小時候比較喜歡莫薩特的 他大人會比較喜歡貝特的 他又簡單 然後他的意義又深入 所以 後期的很多作曲家 就有受到這樣子的影響 我喜歡這次的一陣子 他就是一個關鍵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